Hello 各位宏輝的夥伴 你們好啊 來聽分享會的好朋友們 你們好啊 因為一個上天很特別的安排 我們意料不到的安排 我就不可以 親身來到澳門的宏輝 跟大家去分享 我在夏威夷之內的 一些得著 不過不要緊 我都用另一個方式 去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受 那這次夏威夷之內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有三個心 第一個心 就是開心 其實我記得在日本的 福岡的時候 當我們的大中華總裁 范總和我們宣佈 我們下一個登峰海外遊之內 去夏威夷的時候 我已經超級超級興奮 和超級超級期待 因為夏威夷對於我來講 其實 都一個很想去的地方 其實我很小時候去過的 但印象不深刻 但永遠在Postcard上面 看到很漂亮 我很喜歡聽一些 夏威夷的很輕鬆的音樂 所以 超級期待這個旅程的 而去到的時候 夏威夷和公司 都沒有令我失望 那裏的海水 真的很難 一進去房間的時候 那個景色 超級超級無敵 真是忍不住 要在那裏 去拍照 很開心 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那個眼前的景色 那裏的人又很nice 天氣又很好 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那當中一定要 多謝公司給我們的安排 那我知道很多伙伴老師 在現場都有分享過 那我都不怕重複 我都要一定一定去重心 多謝公司幫我們的 做了很多很多的安排 令到除了可以享受 夏威夷的陽光與海灘之外 令到我們有一個很不一樣的 在夏威夷之旅 一些很難忘很難忘的回憶 那當中細節我都不多說了 相信大家的分享會都聽了很多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 很開心 那第二個就是一個很溫暖的生活 其實每次去登峰海外遊 都很溫暖的 因為可以和弘輝的老師們 夥伴們 和他們的家人 一起去經歷這個旅程 那好像今次這樣 我們有Peggy Peggy一個澳門的新紅寶 帶著她的妹妹 跟我們一起去玩 那很開心 看到Peggy和Sania 她們兩姐妹 感情真的很好 還有很好笑的 有時她們會互相疹 然後有時 就會看到她們的背影 翹著手走 現在很少會看到感情感 很親密的姐妹 那很感謝她們 都在這個旅程中 給了很多歡樂 我們 還有就是 Candace 和她的媽媽 Sylvia和她的媽媽 還有我們香港的 永遠見到 夥伴 通過她們的努力 去完成她們的目標 可以去到登峰海外遊 再帶她們的家人 還有Jerman娜老師 還有她的媽媽 還有Katy 還有她的另一半 阿關 那都很 就是她們的心 都很溫暖的 看到她們可以 跟家人去分享 她們的那份喜悅 其實是 就是她們的心 是很感動 很溫暖的 還有 和黃昏一起去旅遊 是很不一樣的 你們一定一定 要親身去感受一下 我們在一起的感覺 我們超級超級 喜歡 安排很多很多 在一起的活動 而且我們的 團隊是很棒 很有默契 還要謝謝Thomas老師 幫我們安排了 很多很好吃的地方 安排了很多很好玩的節目 這個 出海和海龜白白說 hello 就是我一個非常深刻的經歷 其實照片拍得很漂亮 但其實呢 出海後 其實我是抱著船 和船一起起啊 它是浮沉啊 它是涼雲啊 有雲船浪的感覺 確實挺 так Write 是挺高興的 estou 因為我看到 number 有几个海龟在海里游游游游浮上上面 用个头真的夹出来跟我们说Aloha 所以这个过程都给我们一些很温暖的回忆 第三个心就是一个决心 刚想分享的就是我们考核海外游 和我们在纽线里为自己设定目标一定要达成的时候 其实中间是一定要有一个决心 那我记得我决定去 这里又有一些感动位 那我记得我在2016年 当Anneken和一些张梅良老师 在我最感动的地方 自己不小心按错键了 那我再继续 我记得在2016年 Anneken和张梅良老师 和一些宏规的老师伙伴们 在他们认识之旅的时候 他们都很热设地在Facebook 在一些WhatsApp的群组 微信等等 是不断不断分享很多当中的很感动的画面 很兴奋开心的地方 一些很震撼的片段给我们去看 其实当中的心 其实很替他们开心之余 其实是有一种遗憾在这里的 那种遗憾不是说 我好恨去玩 好恨去旅行 而是真的很想 每一个的兜风海外游 我都很想 和澳门宏辉的伙伴 香港宏辉的伙伴 代表着宏规 代表着团队 去到公司的旅程里面 去一起去经历 每一个片段 如果没去过的朋友 可能不是很明白 但我想去过的伙伴 一些我们的资深的伙伴 其实很明白我的感受 所以在Signi之旅里的分享会里面 我已经和自己说 下定了决心 是一定要考考虑 是因为 我觉得做New Skin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不是 告诉别人我们怎么做 而是我们做给别人看 我们是怎么去做New Skin 而且通过去 达成我们的自己目标 去到登风海外游 是要告诉我们的下线听 和相信我们的人听 我们真是成功了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why 我会考核去夏威夷 那当然在考核的过程里面 当遇到一些的 不可能或者困难 不容易的地方 我都会记住这个why 去支持我 继续去努力考核下去 这个why就是 一定一定要 一定要和伙伴们 再一起去经历 公司为我们安排的旅程 那这个非常 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那我又想到 就是可能是上天 感受到我的遗憾 就是在夏威夷之旅 公司为我们安排的行程之后 多谢上天 多谢天主 真的安排了几天 又快乐 又好玩 又经历 又难忘的回忆 给我和A3 不是A2 现在是A3 Anne Can April 和陈慧 去度过多几天 我保证翻试 之旅 也是一个很深刻的 一个几天的旅程 其实我觉得做Newskin很开心的 因为在我们讲的 去东风海外游 很多朋友 或者新朋友 新伙伴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去旅行 现在很多人 我们有钱 就可以飞去这儿 飞去那儿 我喜欢去哪儿 就去哪儿 但是我想说就是 这个是我们和公司的 一个可以拉得很近 距离的一个经历 来的 你会从另一个角度 去见到公司的一些员工 一些我们的管理层 他们很有心的一方面 因为平时都是一些很 行政上的东西 但是去到海外 去到东风海外游的时候 其实公司那份用心 员工为我们的付出 其实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 而且在Newskin里面 其实我很开心 那我很享受的就是在达成目标的过程里面 我有机会可以参与很多人的生命 好像 包括 Anakin April 当中其实看到他们成长了很多 今次呢 就带着BabyG去 哇 其实整个旅程都不一样 除了公司的用心之外呢 BabyG每天给我们的 开心快乐的一个笑容 都是 每一天很深刻的一个回忆 那还有 我想说 还有Fiona 对了 还有Fiona 我会说 我会说 Fiona 我会再帮我再拍一张 然后拍完之后 Fiona 我又帮你拍一张 其实 这一些小小的地方呢 其实都是给到我 在这个旅程里面 很开心的回忆 多谢你啊 Fiona 那 还有Germina 老师 我一定要多谢Germina 老师 在整个 我做New Skin 的人生里面 经历里面 整个New Skin 这十年里面 或者在每一次的登峰海外游的里面 其实都是有他和我一起去分享 那 其实这一件很特别的 我们是普通的 传统一份的工作呢 不会那么多的 一些那么close的一些的分享 一些的片段 那所以呢 这个都是一个好的经历来的啦 OK 那我知道呢 时间不多的 那我就讲完最后最后一样东西的 就是呢 回程的时候 我在飞机上看了一套戏 是Will Smith 做的一套戏 里面很有很有意思 那当中讲到呢 我们人生里面呢 有三个元素呢 我们是会被连结的哦 这三个元素呢 就是爱 时间和死亡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啦 我们都很渴望得到爱 我们都很希望多一些时间 我们都害怕死亡 那我相信今天作作的人 无论你是否在做New Skin 都好 其实我们人生都是想过得精彩 我们都会 心里面都会被这三个元素呢 去连结住我们 那所以呢 我都很希望大家去认真去看一下 究竟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 我们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别让我们所爱的人等得太久 不要再停留在一些 没有结果的事情上面 我们一起拿出我们的决心 去很努力地做好我们人生要做的目标 在New Skin 里面做好我们自己 一定要考核登峰海外游 我们一起去努力 我们现在就下定一个决定 就下一个决定 去一个决心 去考核 去考核加拿大 我们一定要有更多的伙伴 代表澳门代表宏輝去参加我们的多伦多之旅 那在这里 我们约定你下一年多伦多见啦 拜拜 这是什么 volunteer 我要来 教 listeners 乖